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一年一度的Semicon Taiwan国际半导体产 今天在台北南港展览馆 一二馆市盛大开幕 今年的展览规模再创新高 一共集结了超过1100间的厂商 3700个摊位 预计将有超过200位 来自全球高科技 还有半导体领域的企业主 前来共享盛举 欢迎收看展场大直集 我是思雨 我是杨恒 今天可以说是国内的半导体界 盛世Semicon Taiwan国际半导体展 我觉得今年可以说是众星云集 我觉得应该要铺个红地毯才对 因为包括了台积电 日月光 美光 微软还有三星 以及海力士全部都来了 可以说是含金量非常高哦 对啊 今年不仅众多厂商的最新技术 很有开头 更强调永续业续的重要性 像是今天就特别举办 半导体永续力国际论坛 邀请工业院的专家 探讨永续相关议题 其实对于半导体厂商来说 竞争的这个技术是非常的激烈 不过呢 对于他们来说 如果谈到永续的话 大家就像是有个共同的目标一样 不管是上中下游各个的制程 其实都会非常耗费水电等等的资源 这时候大家团结在一起 就会变得非常有效率哦 也因为规模再创新高 让今年的SemiCon Taiwan更受到重视 今天早上的开幕式就相当热闹哦 马上带你去看 AI高速运算需求持续带动半导体成长 用绿色有序思维改善制造 同样成为全球关注焦点 今年这种业者将十大有序材质运用在电动车制造 像是这个车内地台的部分就是使用余网制成 座椅皮革则是使用玉米淀粉制造 我们今天展出的这台EV9 是现在我们品牌最Smart的旗舰 它呢 现在目前是有最大的电池的capacity到99.7 不仅如此它有很多目前在强调的3A 包括所有的自动跟车 Safety都是用AI 现在所有的晶片跟器材来做这个车辆的management 另外一个它的电池管理 也是市场上非常独到 800伏的电池管理 所以充电速度比一般的电动车要来得快 一般电动车400伏 所以0到80它也只要20分钟 这是我们一个很大卖点 另外一个它用了非常多永续的材质 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实车已经是正式量产 包括它的内装 包括它的屋顶 包括我们的地毯的地电 全部都是用回溯的鱼网 宝特瓶 甚至呢有sugar can 玉米 所以这部车是我们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电动车的代表 如果说我们两部电就可以跑10公里 也不过差不多不到10块 所以使用成本也只有它是三分之一 所以我相信电动车的革命跟改变 在现在晶片跟AI会有下一步更大的变化 下一个阶段我相信电动车的改变会往AI还有3S去走 Smart City Smart Charging Smart Movement 就Smart Mobility 这三块 在先进半导体还有晶圆的运送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像是运送三层的蛋糕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过去是透过金属的载具 而且是透过人工的方式 这时候里面的蛋糕就比较容易破碎 不过现在是透过像这样的塑胶载具 而且是采取自动化的流程来运送 达到减震的效果提升良率 同时也因为减少耗材的关系 可以朝着永续ESG的概念来迈进 我们这个cooling呢 其实对我来看是整个ESG一环 为什么 因为AI是非常耗电的 如果AI耗电的话 我们就开始思考 所有的电都应该用在有效的算力的提供 在未来强调ESG节能 省碳 节电 这样的环保效应下 我想所有的大企业 为了符合欧盟这些节碳的规定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在2030年整个半导体的市场 会达到1Tillion US Dollar 但是怎么去cross the gap 比如说人才的缺乏 永续绿电 气候变迁 或者是在谈地人政治的影响 还有像是疫情之后的供应链管理 我觉得这些都是半导体行业 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一些机会跟挑战 我想在这一次的Semicon Taiwan 我们都有完整的program 能够一起来替大家提供 这个未来的这个科技方向的一些指引 刚才听到Semi台湾区总裁曹世伦 分享台湾在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 真的是觉得余有容颜 对于外国人来说 或许大家可能会搞不清楚 台湾的地理位置到底在哪里 不过只要说到半导体的实力 大家就知道 台湾拥有化水的get down的实力 下一节的展场直集 我们要带您到展场当中 去看看AI有多厉害 展场大直集 我们待会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